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这期视频来拆的玩具是万代在11月25日 发售的最新SHF真骨雕制法的产品 假面骑士KEEBA 魔皇形态 这款产品我也是期待了好长时间 因为之前那款DAC KEEBA的做工就非常好 作为差不多是图模换色的魔皇形态的话 应该会比之前那款DAC KEEBA更加的华丽 因为颜色很亮 而且还多一把武器 当然这个售价也是更加的贵了 消费税前9000日元 采取的是魂网商店受注发卖的方式 这个定价已经是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假面骑士真骨雕产品当中 定价最贵的一款产品了 快要赶超牙狼了 还差了那么几十日元的样子 我这么贵的定价 不知道产品质量如何 我们赶紧来开箱 开盒之后依旧没有闻到焦味 反倒是闻到了一股油墨的味道 难道是个说明书的印刷发生了什么改变吗 先不管这么多 先放在一边 这边的话就是放着本体了 同样也是双层的包装 上层是本体 然后下层的话是所有的配件 有这么多 我们过来再来细细看 首先我先打开上层的吸塑拿出本体 同样也会有很多防蹭色的薄膜 全部都扯掉 先来看一下本体的表现 拿出本体之后 感觉这一次产品在做工方面 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看 特别是身上金色部分的涂装 本来我以为9000日元定价的产品 应该是和牙狼一样用上电镀剑的 但是这款产品金色的部分 并不是电镀剑 也不是像圣斗士那样的微电镀 就是普通的金属黄的涂装 而且金属黄的涂装颜色 我感觉也和剧中稍微有一些差别 感觉是微微的泛着一点红光 光线照上去之后反光的效果 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好看 至少没有达到我想象中的那种金色铠甲的效果 而且身上金色外甲表面的一层光油的涂层 厚度还不一样 最明显的就是两条小腿内侧 这条小腿内侧可以看到明显发色会更红一些 但是这条小腿的话就会更黄一点 这明显就是表面的光油涂层厚度 不一所造成的色差 这点是挺让人难受的 还有一点就是在右肩甲的地方 也发生了一些掉漆的情况 这个应该是我个人重点 也是让我挺难受的一点 另外还有点让我不太满意的地方 就是在金色外甲的浮雕处的地方 这里的颜色涂得太淡了 在原本设定上 这里应该是非常明显的橙色 但是产品化之后 这里的分色涂的和本体的金色 感觉没有什么色差 几乎是融为一体了 所以说观感上的话并不是特别好 除此之外在身体的造型上 和之前推出过的Darku Kiba 是一模一样的 有区别的地方就是头部 还有手上会多出一个Tatsalotto 还有胸口的这三个宝石 之前的Darku Kiba的话是三个透明零件 这一次魔皇形态的话 这三个就是涂装 但是原本剧装这里也不是透明零件 所以说也没什么可说的 原作就是如此的 包括背后的披风 也是和之前的Darku Kiba 是一模一样的 魔皇形态的披风 也是直接安装在背后的 无法单独将披风拆除 所以说如果脏了的话 这个披风是没法洗的 披风的结构同样也是双层的布料 虽然说魔皇形态 内外的披风颜色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结构并没有改变 也是双层的 然后在边缘处也会有一些细铁丝的埋入 所以说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想法 摆一些飘逸的造型都是可以的 这里都没有改变 我们着重来看看有变化的地方 一个是手上的Tatsalotto 还有一个头部 先从手上开始看起 Tatsalotto的造型刻画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各处细节什么都挺不错 涂装也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 就是Tatsalotto是无法独立拆除下来的 产品当中也没有给我们一个飞行状态的小龙 这点是对于可玩性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而且这一个Tatsalotto的话 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可动的 中间转盘不能转也就算了 连龙头也不能够有可动的结构 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偷懒了 至于头部的造型 我觉得做的还是挺帅的 特别是复眼边缘处一圈银色的描边 描得非常的精致 相当的漂亮 复眼处的透明零件也是挺亮的 里面的复眼细节什么的 刻画的都是挺到位的 头上的这一个金色的月亮 也是采取了独立的分件 所以说涂装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个头雕唯一有一点让我不太满意的地方 就是额头处的这一个宝石 竟然没有用透明零件来制作 就是普通的金属色涂装 这一点的话是做的有一点不够到位的 腰带处的KIVAT 也是和之前其他的KIVAT的产品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同模换色的零件 同样也可以把它从腰带上取下来 然后翅膀处的地方也会有一些可动 可以张开还原出一个飞行的状态 嘴巴的地方也可以张开 里面同样也可以插笛子 这些都是和以往的产品都一样的 有区别的地方就是眼睛处的颜色 稍微有一些改变 魔皇形态的颜色是有一个绿圈 然后有一个红点的 就这点改变而已 然后在腰带的左右两侧 同样也会有笛子 左三个右三个 笛子的造型和基础形态的KIVAT 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透明底 然后上面加上各自的颜色而已 没有什么太多特殊的地方 也就不多说了 至于身体各处可动情况的话 这期视频也不想再说一遍了 因为魔皇形态的身体 和之前的Dark KIVAT 是一模一样的 可动范围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如果想要了解一下 可动情况的话 可以去翻一翻之前这款Dark KIVAT的视频 那期视频当中有详细的 掰过身体各处的可动的 下面来看产品当中所附属的武器 魔皇剑 这把魔皇剑的做工会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 主要官方是把剑的本体 还有上面的蝙蝠封印是分开做的 这样的话玩法又多一种 就可以还原出魔皇剑最初的状态了 这点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魔皇剑的做工也蛮好的 剑身都是银色的涂装非常的亮 在剑身上还会有一些浮雕的刻画 刻画的也是挺精致挺仔细的 这把剑在结构上 也是有做出了独立的分剑 前面的剑尖是一个单独的零件 所以说金色和银色的部分 是没有任何涂装的问题的 剑尖上面的这些浮雕处的红色涂装什么的 也都是蛮精致的 涂的非常漂亮 然后就是蝙蝠的封印 蝙蝠的封印做的也蛮好的 通体都是金色的涂装 虽然说颜色和本体的金色是一样的 但是里面的这些细节的涂装 还是做的挺好的 包括蝙蝠的眼睛处还会有一道伤痕 也有还原出来了 做的非常棒 然后蝙蝠的上半部分脸是可以拆掉的 把脸轻轻的把它掰下来 拆掉了之后就可以把剑身给卡上去了 卡上去了之后 然后再把上半部分给它装回去 就可以还原出魔皇形态 所使用的那把魔皇剑的样子了 插上去之后是可以滑动的 但是我建议不要经常去滑 因为剑身上是有银色涂装的 经常滑可能会发生掉漆 轻轻的这样的滑一下就可以了 就可以还原出这样的一个造型了 可以再往下来一点 造型是非常帅的 做工非常的精致 但是这个剑的话就给了我们一种银色的剑身 放绝招发红的状态的话是没有的 这个的话就需要玩家自己去DIY一下了 可以推到上面去 也可以推下来 然后在这把魔皇剑蝙蝠脸的上半部分的零件 还有一个替换零件 可以把原始的状态拆掉 然后替换上一个带有笛子的状态 上面是带着一个像面罩一样的结构 这个笛子的话也是可以单独拆下来的 拆下来之后下面就没有做涂装了 但是拆下来的笛子太大了 是不能够直接用在腰带上的 产品当中还会有一个替换零件 是一个比较小的笛子 造型是一样的 就是体积更小一些 然后更小一点的笛子 就可以把它插在腰带上去使用了 除了魔皇剑之外 产品当中还有附属了一个KIVATO4式的零件 这个零件本身其实没啥特别的 就是一个同模换色的产品 和之前的KIVATO都是结构一模一样的 这个KIVATO4式的话 是给基础形态的KIVATO4式之后 就可以实现TV版最后一集当中 三代同堂的画面了 也是挺好玩的 最后替换手型的话 总共是会有4对 涂装方面还原度是挺高的 和剧中一样手心是红色的 然后外面的手背 还有手指前面的话是金色的涂装 涂的都是挺精致的 造型方面的话和之前的DAKU KIVATO差不多相同 有五指放松手 还有敲蓝花指的手型 还有一个是用于握件的空心拳的手型 唯一有区别的是这样一对手型 魔皇形态的话是一个用于捏笛子的手型 是伸出一个食指和拇指 这样捏起来的一个动作 但是之前DAKU KIVATO的话 给的是一个这样子的手型 是一个伸出食指 类似于像指人的一个手型 食指伸直然后剩下四指弯曲的一个手型 就这两个手型是有一些区别的 另外三队都是和之前的DAKU KIVATO是一模一样的 好的 这期视频就差不多聊到这里了 今天开箱把援的这一款真骨雕系列的 KIVATO魔皇形态的话 单就做工来说的话不能算差 但是却没有达到我对它的预期 特别是打磁落斗完全没有可动 也没有替换零件的话是我没有想到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款产品顶多 就是和之前的DAKU KIVATO打一个平手吧 另外作为这款产品唯一亮点的魔皇剑 我觉得也没有做到实权实美最基本的就是 剑身上会有一个七彩的光泽没有做出来 然后放绝招时候的一个红色的剑身 也没有做出来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这款产品作为一款9000日元定价的产品 小遗憾确实是有一些多 所以说要不要购买的话就看你的处理大小了 好 那就是这样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点赞投币一键三连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